不管是摔角 巨木等传统竞技 或是赛跑 拔河等田径比赛 每年全国布农族摄尔记及运动会 都聚集各县市的布农族人 共襄盛举 一位地方带来不少观光彩 不过受到疫情影响 今年度活动确定延期 这次为了疫情 所以我们把传统摄尔记的部分 就取消 那我们就是把运动赛事 以及传统技艺的活动 延至在十月份 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国内确诊病例不断攀升 原本预定要在五月七号到九号 举办的全国布农族摄尔记及运动会 今年主办单位严平湘工所 决定取消摄尔记仪式 并将传统禁技跟运动项目 再延到十月二十二到二十四号 其他布农乡镇也表达支持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球赛都是开放式的 那没有办法管控各个出入口 那我觉得如果延起的话 是对选手的安全是有保障的 太敏感了还是要延后比较好 还是延后比较好 对啊 因为大家都怕 对 因为你的记点不是 这个武汉肺炎的原因嘛 为整体着想的话 这样的一个决策是正确的 我们是支持主办单位 这样的一个决策 回问六年 全国布农族 射尔记进运动会 再度回到严平湘举办 不过武汉肺炎搅局 导致活动无法如期 成为史上头一回 相公所强调 届时疫情若仍未趋缓 会在寝室中央 不排除会取消办理 也是新闻 直播中台诺严平 采访报导